罰錢的方法會有在附近 或是希望被全民調查民進前派版的方法 基本上國民黨提出的德國制 也就是我們國民黨提出的全民調 全部都是以民調的進行 而且我們兼顧個人跟政黨整體團隊的合作 是最好的制度 那我們尊重馬前總統 也尊重各界對於整體方案的意見 那我們這邊還是要來跟大家說明 就是最近的藍白河 我們一定要讓大家來回到一個最初的原點 就是說藍白河為什麼要藍白河 就是要符合六成民意的期待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那為什麼要政黨輪替呢 其實就是因為民進黨這七年來 做了太多太多讓大家看不下去 但是我們也無法好好的來去阻止的各種事情 所以我們期待能夠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能夠透過藍白河來杜絕這個民主獨大 民主獨裁的現況 所以呢我們才會有這個藍白河 然後提出了各種的方案 那這些方案呢其實都是為了未來聯合政府要如何的組成 要如何的創造第三波民主改革而形成的這個聯合政府的概念 這些方案呢也都是以團隊的精神在出發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 我們是為了聯合政府 我們是為了杜絕民主獨裁 我們是為了團隊而打團隊戰 而非所有個人的主義喔 一個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遠 而國民黨的團隊精神 其實一直都持續的在發揮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團隊精神 在未來能夠有更多多元的社會價值跟聲音 能夠進入到這個聯合政府裡面來 而國民黨的團隊精神呢 不管是在我們的立院 或者是我們的各個縣市首長 都可以看見我們國民黨有非常多的後盾 加入這個團隊 在這個大家庭裡面 我們一起為台灣的未來 找出一個更好的方案 更好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也要來呼籲喔 不管是民眾黨的柯主席 或是所謂的民眾的主戰派 這些戰狼小姐姐 柯文哲主席曾經有講過 我們不要讓政黨的利益超越國家的利益 我們不要讓短期的利益超越長期的利益 我們不要讓少數人的利益超越多數人的權益 所以這句話呢 其實是柯文哲主席他自己講過的 而這些藍白河的方案 或是我們現在討論的 所有的聯合政府這次的政黨輪替 我們的期待都是秉持著這樣子的精神 希望少數人的利益 不要超越多數人的利益 讓這次的選舉成為台灣民主再進步的一個契機 接下來我們要請 桃園市議員林濤來為我們發言 謝謝楊發言人 昨天我就對外呼籲 這些戰狼小姐姐們 應該要好好想一想 自己要當的是參與歷史時刻的關鍵幕僚 還是要當只是關乎短期政治利益的罪魁禍首 今天我們看到這些戰狼小姐姐們 再次的站出來完完全全沒有收斂的態度 我們在這邊就要針對相關的民調 以及現在這些戰狼主戰派的立場來做回應 首先我們要提到的是 國民黨提出的全民調 因為這一次的台灣第三波民主化 是台灣第一次兩個獨立的政黨 要來做聯盟 要來做合作 要來進行聯合政府的政治工程 所以國民黨負責任的提出的全民調 它包含個人也包含團隊 因為我們知道 在棒球場上 不可能只有一名投手投球 而沒有骨手 沒有一二三雷手 整體團隊的調度來支援而獲勝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全民調一再要強調 個人跟團隊的精神都要納入 但是非常遺憾的 我們看到戰狼小姐姐們 身為台灣民眾黨的發言人 竟然針對自己自家的政黨民調沒有信心 擔心自己在50%的政黨民調輸掉 過去四年台灣民眾黨不是一直對外講 他們自外於藍綠 自己是民眾最好的選擇嗎 如今我們推出的50%的政黨民調 竟然對自家政黨的形象這麼沒有信心 那麼他們未來怎麼樣說服所有的民眾 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政黨票呢 這是對於戰狼小姐姐們 這些主戰派 第一點的質疑 第二點我們也必須要提到 這些戰狼小姐姐們 是不是只想到自己 基本上這一支國民黨希望跟藍白的合作 就是想要推進聯合政府 想要把台灣民主化推進下一頁 希望我們的執政能夠獲得六成政黨民意的期待 然而我們看到近期這兩天 主戰派對外的發言 我們不禁想像 是不是這一些主戰派擔心 只有柯文哲當政的選上了自己 才能一人得到雞犬升天呢 所以呢 我在這邊要講的是 如果這些戰狼主戰派 只想到一人得到雞犬升天 完完全全就是助長民主獨裁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主戰派 在關鍵的十天 對外沒有辦法來承認這個政黨的支持度 能夠來對外來支持 是不是根本從頭到尾 他們也沒有在管柯文哲 他們也沒有在管聯合政府 他們也沒有在管全民 他們只想到自己 這是對於這些小姐姐們 最直接的質問 第三個部分喔 我們必須要講 這些主戰派講說 我們是出來分堂 不好意思 我們參加國民黨 希望推進藍白河 就是希望推進參與聯合政府的理念 跟價值 而過程中我們所有的國民黨 上重不管是我們的縣市首長 15的縣市首長 還有我們的縣市議員 也就是到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 受到了民意的肯定 我們不需要分堂 真正需要分堂的可能是這些主戰派 我們希望的不是分堂 我們希望的是把柄做大 希望把聯合政府 希望把這個推進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時刻 來獲得全民的支持 對我們整體國民黨未來執政 跟民眾黨一起用我們的人才庫 做好最好的政府施政 贏得全民的支持 這才是我們這一次參與政黨 推進藍白河最重要的理念 如果這些主戰派只想到自己 只想到分堂 沒有想到把柄做大 基本上他們就不曉得 為什麼這一次全民 對於藍白河有這麼大的期待 而也不難想像 為什麼在這麼多天來 他們對外面全部都是戰狼的姿態 完完全全不留空間 是不是這些台灣民眾黨的主戰派 戰狼小姐姐們 非常不希望看到藍白真正成形呢 是不是這些戰狼小姐姐們 根本希望看到藍白破局呢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呼籲台灣民眾黨的黨主席 看到旁邊這些主戰派的所作所為 相信也不符合過去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跟國民黨的聯合的協商記者會 對外的四大共識 也就是藍白河的政策理念 價值最大的精神 謝謝